之前大家炒相關的概念炒得很活躍 特別是有一些比較代表經濟敏感度高的一些板塊 其實真的走得很急 我也有問你 有沒有什麼美股的指標 其實是拿來非常好地運用 知道怎樣去操作一些板塊的輪動 你就介紹了多兩個指數給我聽 是的 其實我們一般聽美股都是說道瓶斯指數 或者是標普500指數 有兩個指數都是道瓶斯的 很少人提及的 一個叫做道瓶斯運輸平均指數 Dow Transporter 沒錯 一個叫做道瓶斯美國貨運指數 這個Trucking Index 很有趣的 簡單來說 兩個指數是追蹤什麼呢 一個是追蹤人流和物流 人流和物流是反映經濟情況很重要 譬如我們今個星期六日 我去泊車都不能去任何的商場 因為沒有新節 人流旺的時候生意就好 道理也是一樣的 這兩個指數裡面 是追蹤很多人流和物流的公司 舉例 譬如說 瓶斯運輸平均指數 是追蹤了一些航空公司 例如西南航空 美國航空都在裡面 加上租車公司都在裡面 甚至一些貨運 包括物流業 UPS 聯邦快遞在裡面 貨運指數就追蹤了很多貨運的 logistic的公司 很多我們都不認識的 貨車 鐵路 駕駛機械 沒錯 都在裡面 任何經濟活動 有人流我們明白 經濟應該好一點了 貨運的重要是 當有客人有需求的時候 就要訂單 生產 生產完最後要運的 如果沒有人運 即是積了全貨 反正經濟都不太好 現在看到 其實過往這段時間 由過往三個月 這兩個指數都跑贏了 道指 道指是有10% 其實已經領先了其他三個指數 但是你看到 無論運輸22% 和貨運18.7% 都贏了道指 即是市場暗暗地 已經覺得經濟活動會回來 重啟其實背後應該會 前瞻性高一些 3至6個月會回來 所以已經在購入這些index內 其實除了這些index 有很多人都會特別懶惰 直接看ETF 因為其實都有一些比較權威性的 譬如SPDR 追蹤標普500股份的ETF 亦分了一些價值營股 以及增長營股 Gerry 這是之前我知道 譬如一些敏感度高的舊經濟股 即是價值營股份 一個月 三個月 六個月 其實到二月至三月 都是大幅跑贏一些增長營股 即是我們很喜歡科技相關股份 但四個月後好像有一點變化 是嗎? 先進一大方向 你看到 由六個月 我們看六個月 六個月剛好 就是去年11月 那11月發生什麼事呢? 當然拜登當選 第二就是疫苗的突破 當時就說 我們一窩蜂就轉去價值營股份 所以見到是的 六個月以來 表現是贏了爭取營的 亦贏了標普500本身 一個月 三個月都是 但你問得很正確 為何去到4月1日至4月25日 反而增長營是跑贏了價值營呢? 難道價值體現開始? 主要其實很明顯就是 債息和增長營的負面關係 這是影響到增長營股份的表現的 什麼呢? 謝謝